林太也有帮手入袋和派的抗疫包 竟然有人拿来买? 据我们了解 这些免费抗疫包 政府通常是一户派一个 给大家自愿做三日检测 里面除了有两包总共20个KN95口罩 和两盒莲花之外 还有20包快速检测套装 即是说如果你是大户人家 起码住了7个人的话 一个抗疫包肯定不够用 有读者正正是这类大户人家 发现carousel有不少人兜售 其中一个标价250元 结果就降价到220元 买家是下午在中环上班的女人 约在交易广场交易 果然会选择地方 由于读者急着想要 又不知对方是否真的 所以就叫记者跟上去 对啊 这个小姐说得对 事关你真的不够用的话 其实去全港89个保留10位派发站 就可以免费拿到 根本就不用付钱买的 不过这些站始终开放时间有限 而且不是太快 所以在carousel兜售这些都有价有市 有人还拆件来卖 一盒莲花叫价20元 抽够6包 KN95口罩 挨到100元放手 如果有些人自己用不完 或者不用 走来卖 又未必有一个罪行 他不是说有多少人 就派多少罚 没有一个准则 是究竟哪一个有哪个没有的 换句说 因为人民实名制更加没有说不准处理 有些人扔掉他就可以了 政府没有一个条件限制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未必能够视今次的行为 是一个犯法的行为 当然卖给人的观感不是那么好 你捐给一些有需要的人 人家还会赞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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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